你現在通過這個逃犯條例 台灣肯不肯跟你簽 為什麼一定要7月之前通過 我到現在為止 我都聽不到 聽不到 聽不到 的原因 最早就是10月會放出來 立法會又會放假 應該珍惜開會的時間 將你們有可能提出 改善這個方案的意見 好好地談 因為這個階段 政府可以直接透過對答 去解釋每一項的罪 究竟是怎樣 或者程序是怎樣 我覺得應該要進入 就是一些更加詳細的討論 反對的聲音 我們聽很清楚 是完全不要 浪費了那些時間 我自己覺得非常可惜 是不是7月前搞定 主要原因 我會覺得既然是做 當然是其中一個 包括解決台灣的殺人案 現在不是用簽協議的方式 所以剛才郭榮卿說 跟台灣是否簽協議 那個協議是另一件事 如果內地和台灣 都能夠在嚴重犯罪的情況 都可以互相協助 其實你很難解說 香港我們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台灣未必 我們現在這樣做 它就會為難 好多看 道理 我們就看 不是